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个视频,这个评测视频,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无线充电器,这是我最近在亚马逊上买的,它的花费大概是23块9毛9 无线充电,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无线充电啊,无线充电其实怎么说呢,它其实原理很简单,它主要是利用这个物理学上的那个共振原理 然后比方说输电线的那个电能,它从这个电源这块传入到这里边,这里头是一个同质的这种这种线圈 比方说这个线圈它以10MHz的波长,它就开始震动,然后同时你可以另外,比方你的手机如果有无线充电的功能的话,它背后也有一个线圈 同样以10MHz的频率去震动,不是震动啊,就是10MHz的频率去,就是同样的这个照合的波长就可以把这个,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能量给转化到这里边,就开始,相当于是电流可以冲入到这个设备里边了 我来讲一下啊,为什么我选择Anker 首先,这个,因为大家看,我在网上比较了将近有四五种吧,五六种吧 就是我们这边周围,比方能看到,或者说网上介绍比较好的 我一般筛呢,可能是从二三十个品种里头筛,我主要是看亚马逊的这个介绍,然后看大家评论,最后我筛了五个出来 另外这五个我比较了一下呢,有桃木结构的,然后有这个什么的,表面比较光的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首先因为Anker是这个牌子,后来我才知道是咱们中国的牌子啊 以前我以为是那个国外的,不知道哪的,然后主要是我一二年第一个买的充电宝 是一个五万,五万多安的一个,不是,那个五千多安的一个小的充电宝 然后我用起来大概不错,然后前几年我又买了一个两万多安的那个充电宝 拿出去,就是长时间的旅游的话,哎,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Anker这个牌子,首先我信得过 另外我看了一下,一般我比方说,我喜欢晚上用完手机,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床头 那么有的时候我比方说床头柜呢,会比较滑,对吧 那我要充电的话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弄在床头有个充电器的话 那它就不能跟我的桌子一样滑了 所以我看了一下像桃木那种结构呀,或者另外一些 我感觉它这个上面那个材质感觉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我看这个Anker,因为我在这个YouTube上也看了一些别人的评测啊 所以我拿到它以后,我看到以后确实就像它的评测一样 它底下摸着是这种硬塑料的这种感,因为它本身就是硬塑料 上头虽然它不是硬塑料,不是这个硬塑胶啊,不是硬塑料啊,硬塑胶 但是上头虽然不是硬塑胶,但是你摸起来手感特别像硬塑胶那种感觉 所以手机放在这个上头,首先不会打滑 它的这个摩擦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选择这个 而且关键选择这个Anker,我看有一个介绍啊 就是说它是所有这种咱们5万瓦的这种,不是这种5瓦的这种充电器啊 大家不知道大家清楚啊,一般还现在还有一种叫那个QI 就是QI,有的人发生Kai,有的人发生气啊,气这种无线充电呢 一般它的最大的这个功率是5瓦啊,15瓦 这个呢,它不是那种那种这种快速充电,我是不太感冒这个快速充电的啊 因为我相信这个快速充电是对这个手机是有伤害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就是属于正常这种充电 所以我是不考虑这种快速充电了 当然如果大家对快速充电感兴趣,可以去找这个15瓦以上的这种快速 15瓦这种充电,它是,但是这个Anker呢 一般我们比方说你在这个原装的这种一般的充电放插到墙上 然后那条线插到你的iPhone上呢,一般充电是5瓦 而这个Anker的这一款,它的同样它的功率也是5瓦 但是呢,它是所有5瓦的这种一般的这种速度充电里头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的 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款,这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一款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当你拆开箱以后呢,这个盒子里头就是一根这样的线 那头是USB的,然后你可以插在墙上 或者这个墙上就是USB接口,然后这一头是这种标准的这种接头 好,你把它插上以后呢,大家看这块的灯亮了一下,等一会儿它就灭了 现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其实啊,我建议啊,大家就是说有一个常识就是说 建议大家不要,不光是手机啊,其他的所有东西也是 建议都是先插墙上的那条线 包括给手机充电也是,然后再插手机 大家不要先插上手机,然后再在墙上插 这样有一开始有一股很强的电流会损伤你的手机的 所以大家记住先插这个线 然后等这个灯亮了,灭了以后再开始使用 好,现在我看,大家看啊,我现在是一个iPhone X,但我这块还有一个iPhone 8 我们来,我这后头都有这个就是防掉下去的这个线啊 而且还这还有一个壳子,大概有这么厚 我们来试一下,装着这条带子和这个壳子是不是能正常充电 当然我试过啊,我已经用了两天了,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我很好奇啊,我看看到这个多远的距离它可以开始充电 这是我之前没有试过的 好,我现在还没有碰上啊,没有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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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还是没有碰上,大概离这个,大概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么厚的这个厚度 它就已经开始可以充电了,所以你看本身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袋子啊,只要接触到这个面,这个它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袋子,离这个面接触的这个距离还有这么远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开始充电了 好,大家看,充了,对吧,好,现在我把它放到这上头 现在正好是10点,我这桌面有点放荡啊,好,我们来,我看现在是充的是百分之多少的电量,百分之二十八 这个,我们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算一下时间吧,我们来算一下时间 看百分之二十八的电量的话,如果要是,好,百分之二十八啊,我现在 我们来,开始计算时间,过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比方充到百分之三十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是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从百分之二十八充电到百分之三十 因为刚才我不太确定我的这个手机是不是,呃,马上就要从百分之二十八跳到百分之二十七了 我又大概等了有半分钟,因为我看大概也就是说两分钟它可以从二十七跳到二十八跳到二十二十九跳到三十 所以我又等了将近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所以我估计如果要是再录一会儿它就变成百分之三十一 差不多也就是说三分多钟的时间可以充百分之二的电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平时放在床头,然后晚上比方说你睡觉之前玩手机,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上头,直接就可以充电去,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就是满的,这样很方便 嗯,好多人就会担心,那你放在床头会不会有这个辐射,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像这种东西,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东西辐射是很少的 它甚至比蓝牙键盘或者蓝牙鼠标的辐射要小得多 真正在你日常生活中什么辐射最大啊 微波炉的辐射那简直不知道是比这个快要大多少倍了 另外电吹风,就是吹风机吹头发那个 另外微波炉,微波炉刚才说了,然后像什么电饭堡啊,这乱七八糟东西 甚至我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啊,电视上说的 有的人家里的台灯,它的辐射超级大 哎,我这个正在煮米饭的,大家听到这边有声音响了,对吧 所以呢,刚才说到哪儿啊,说到有的人家里的台灯,它的辐射其实都是挺大的 所以呢,即使您家里有孕妇这个东西放在床上,也对这个这个所谓的辐射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感觉啊,就是说就我的了解啊,然后我也调查过这方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大家非要那么小心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基本上这些就是我这个评测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评测视频没有那么专业了,所以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所以大家别觉得我啰嗦,好吧,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 然后呢,过两天我还想给我们家楼上再放一台,平时我的办公桌边上 所以比方我可能会弄一个,我看这还有那种那种历史的 所以回头我先玩玩这个 过两天如果我决定买一个历史的那个给楼上用的话 我顺便再做一个视频 大家再等我半个月时间,我估计那视频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呢,这个,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一下 拜拜